儘管聯立法院的院長韓國瑜 他都認為讓翁伯中坐在那個地方是有爭議的 但我們的行政院毫無任何反省改進之意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台灣民眾黨黨團我們主動先提案 要修改NCC的組織法 我們很明確的去定了 在今年7月16號三度通過的法律案 應該要適時的趕快能夠直接來加以施行 希望藉由今天NCC組織法順利的三度通過以後 我們能夠拨亂反政 藉由立法院具體的立法行動 來阻止我們的行政院院長 左龍泰違法濫權 那繼續指定歐伯中 違法的除任NCC的代理主委 那在這邊要附帶議題的是 請民主進步黨 請民主進步黨 自己不要繼續玩兩面手法 一方面說 NCC的人士同意權都還沒有行事 那請問民進黨交通委員會的招委是在睡覺嗎 民進黨跟社會說他們很急啊 請問民主進步黨 你們交通委員會的招委 到目前為止 為什麼NCC 人士同意權的審查 一次 一次都沒有派 一次都沒有派 請民進黨 不要繼續打假球 想要利用讓翁伯中 當違法的代理主委 繼續的掌控 要做 ACC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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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